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恐怕不会比过去两年更为和缓 不仅疫情 还有很多的疾病 大家今年一定要特别的提高警觉 第二件事情是 高低伴忧喜 费尽人心力 今年再怎么的困难 恐怕也没有办法尽如人意 似乎在预告的是 景气在今年 没有大家想象的好 这也呼应也印证了 最近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 告诉大家说 升息之后 景气要开始衰退了 IMF的总裁也告诉大家 全世界超过三分之一的主要经济体 在今年都会步入经济衰退 所以大家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那从星座的角度切入呢 到底全球今年经济会有什么的预测 十二生效 今年的运势如何 阿曼德尔妈请您上台来 我们先来看看 从星盘来看 到底全年在今年新的一年兔年 怎么看经济的表现 其实今年我们从占星学的角度来看 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年 怎么说 因为通常我们观察流年 我们会看流年的木星跟土星 这两个为主要的观察点 很特别 因为讲平常的话 木星大概一年会在一个星座 每一年换 所以每一年的大的氛围会不一样 但在二零二三兔年呢 木星他半年就换星座了 所以会非常 很多变化会非常的快速 而且我们会发现 从上半年跟下半年 他很可能是截然两个不同的情况 这我们待会说 另外一个呢 流年的土星是每两年半换星座 那今年刚好也轮到土星换星座的日子 这是第二个特别的地方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流年的冥王星 因为我们讲虽然在天文学上 说冥王星已经不是行星了 但在占星学上 我们认为冥王星 其实对整个市局 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那冥王星你看 他是在我们这个太阳系的最外围 对不对 通常他在一个星座的时间会非常久 对 然后呢 他在这个摩羯座 已经待了十五六年了 很特别就是在今年 土年他也换星座 天啊 所以今年应该变化动荡会很大 你会发觉 不管是台湾 或者是全球各地 在很多面向都会有非常明显 而且剧烈的动荡的 好 那特别是像经济层面好了 我们列为好的跟坏的 这两个部分来看好了 好的部分呢 我这边列的是房市会来到一个转折点 转折是转上还转下 朱华姐真的太聪明了 我们这边偷偷的写一下 在这里呢 我们这个图档是向上的这个指数 对不对 那我就写一个数字好了 二月 好 那就这样子 就说呢 可能他在这里之后 又会来到另外一个转折点了 那我觉得这样子怎么观察 为什么我说是好的呢 因为一定会有很多观众朋友们 我们自己想要买房子 对 你会觉得过去房价太高了 当然希望能够买低一点 对 所以我觉得 好 那但是呢 那这边我也要提醒 就是说 他这边转折会转到什么时候 是 如果从占星学的角度 其实他是 一直在往下的 还要修正一段时间 所以呢 你如果是要自助 你又看到那种爱得不得了的 等一下 可是等一下 他可能就会被买走了 所以如果自助的话 可能就是可以稍微积极一点 可是如果你要投资的话 我会觉得你真的要谨慎判断了 往下的时间点 大概会延长到多久的时间 会不会有一年的时间 应该会有 应该会有 对 所以欢迎明年再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OK好 所以二月好重要 二月是开始出现转折 对 这一张很重要 就像刚刚谢老师讲的 有些事情不能讲 那就自己看 如果现在已经房价来到了这里 对 二月会有转折 转折的时间点会比较长一点 对 自助的可以积极一点 对 投资的再等一等 对 没错 因为转折之后 当然房价一定会起起伏伏 但是他就是大方向来说 他还是修正的 OK 那么比较不好的地方 我们说 确实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就是这行星的变化非常多 而且真的我也呼应 刚才谢老师说的 就是在 2023兔年 其实有很多不可说的事情 包括从灾心学的角度 我们会发觉 很多台面上的说法 跟真正发生的情况 其实有很大的落差的 那但是呢 我们不要忽略 民众的力量 人民的力量 因为流年明王星 他从摩羯座 进入了水瓶座 所以2023开始我们也觉得 他是一个民众力量爆发的一年 大家这样讲好了 你看像乌俄战争 其实到现在 甚至我们讲兔年 他可能还是会延续下去 延续下去 甚至是在年中的时候 可能会再更激烈一点 中旬还是 对中旬 中间大概五六月的时候 会再更激烈一点 那对全球经济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 然后你看像冬天的时候 你会发觉欧洲很多国家 像英国啊那边 其实都有一个能源上的一个危机 那其实民众的不满 也会酝酿一段时间了 所以可能 这个我觉得很多面向 都会对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的 各个星座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好我们来看 那我们就分为四个类 这个族群 火象星座的朋友 如果你的太阳跟上升 是落在 牡羊座 狮子座 跟射手座的朋友呢 牡羊 狮子 射手 注意听咯 我们还是一样 就分为上半年跟下半年 这两个大方向 上半年我们说 火象星座的朋友 很适合就是积极去争取 你表现的舞台 就是说可能有一些 你看公司里面 有一个什么单位 需要一个新的开创的业务 对 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话 可能你会发觉 一开始有一点点挑战 但是可以未来 可以让自己有一个 崭新的舞台出现的 那么下半年的时候呢 就会提醒火象星座的朋友 我们可能就要转工为首 很多事情不要太急躁了 好就说可能你会觉得 看公司有一些制度 或是有一些措施 你觉得很不满意 我要去跟老板反应 有不平之名 对 那这时候可能就是 先深呼吸一下 然后呢 这个比较 用一些比较和缓的态度 来跟老板沟通 或者是你觉得 为什么旁边的一些朋友 可能这个操作一些 这种投资 有赚到钱 我也好想这个全部放进去 千万要注意 下半年的时候 在投资方面 一定要谨慎再谨慎 保守再保守 OK 想要抄底 想要all in的 千万不要 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 真的在2023在兔年 他整个时间的拿捏 非常细腻 有时候你真的是晚了一点点 那个会有天壤之别的 这个火象星座 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土象 土象星座的朋友 就是如果你的太阳跟上升 如果是在金牛座 处女座跟摩羯座的朋友 我们说呢 一样分为上半年 下半年来看的话 上半年的时候呢 特别是在投资方面 一定要多方研判各种消息 好 就说 因为真的每一天 你会觉得现在 你知道手机一打开 频道一打开 这个讯息太多了 好 可能很多人 大家都是出于好意在分享 是 可是你知道好意分享 或者是这种专家 也有专家也有分 他专精的领域 对 或者是你知道就是 就是各种类型的专家 一定要非常的就是 用刚刚刚讲 用一种理性判断来观察 这么多的投资消息 我觉得不见得 每一种投资消息 都适合自己 没错 首先你要了解自己 土象星座的朋友 我们讲通常都是 有时候反映 或者我们讲说 操作是比较保守 但是比较慢一点点的 了解 所以你可能也要去找到 适合自己的一些产品 这样子比较好 他告诉你的 是波动很大的 不信任就是很保守的投资 没有办法去承受 这么大的波动 在投资上可能就触角 就像我们讲 可能专家说短期之内 这个什么原物料会有波动 短期哦 可是明明能够承受的 这个波动 大概只有一%而已 而且每个人的短期 定义不一样 搞不好我觉得短期 我觉得三个礼拜很短了 那专业的人觉得三天 甚至是当天的操作 所以这个一定要去 找到适合的产品 再来下半年的时候呢 反而建议跟鼓励 土象星座的朋友 勇于突破大胆跨越 就是也许会有一些 新颖的这种投资的 一些产品出现 这个在突年是有可能的 新的产品 我觉得用一种谨慎 但是积极参与的态度 是 就是说我可能试看看 我可能一次不要放太多的资金 要有风险意识 对 有风险意识 但是去试看看 大胆地跨越 自己过去的投资习惯的话 我觉得对我们的财运 会很有帮助的 好 接下来 风向水向 要到我的星座 先看风向 风向星座 如果你的太阳跟上升 是在双子天平跟这个水平座的朋友 我们讲上半年的时候呢 面对挑战不要心急 好 就说可能你会觉得 比方说投资来说好了 可能我们觉得 老师老师们都说要把握年初的时候 对 好 那你会觉得 好 那我在年初 可能这个已经开始有点下探了 你会觉得那我要不要再抓住尾巴 再稍微的操作一下 很容易只要心急的话呢 我们就会误判情势 好 所以你心里越急的时候 越要听从专家的意见 这是这个风向星座的朋友 那下半年的时候呢 透过专业知识可以突破困局 也就是说 这个我们投资方面 真的专家专业的知识 其实整体来说 我觉得对于风向星座 在今年的一个研判 其实非常重要 而且我再三提起 很多的专家 我觉得现在真的每个专家 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 是 好 那是你找到自己合适的产品 而且这个专家他讲的是不是 就是有些专家可能明明擅长A类型的 但他有时候因为各种原因 他分享了一些B类型的投资 那这个时候你要懂得去分辨 OK 好 或许可以多做一些进修 才有办法增进自己的专业知识 真的 所以锁定前线百分百 这是必要的吧 OK 那最后我们来看水象星座的朋友 如果你的太阳跟上升是落在巨蟹座 天蝎座跟双语座的朋友 我们讲投资方面呢 上半年其实内心的压力 你要懂得去排解 怎么说 可能因为对于这个水象星座来说 其实我们都是一个比较怎么讲 很多事情是内化的 对 就是表面上其实我觉得 无所谓 其实可能自己觉得 怎么办呢 我满手的这个投资 我要怎么去消化它 所以当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时候 如果你越压抑 其实你会越容易造成一个误判的情况 所以可能我觉得怎么去排解 找到一个 可能也许可以这个 我们讲说 其实进修 去了解一些 这种投资的原理 你会不会那么慌乱 OK 然后呢 除了这样子之外 我觉得有时候 除了投资这个领域之外 可能休闲的一些活动 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去尝试的 如果手中有一些套牢的一些资产的话 没有关系 找一些排解 去吃一顿好的 走出去爬山去逛一逛 让自己心能够先静下来 下半年 关键来了 做认真做出实质的改变 一样的 有点类似像我们讲前面星座 就是说 水箱星座朋友在下半年 一样的去尝试一些 新颖的一些投资的标的 然后呢 或者是我过去都习惯这个什么 这个积极投资 我现在开始存股 这也是一种跨越 尝试不一样的 做出一些 而且你不要只是用想的 你要真的去改变的话 这样子我觉得长期来说 对我们的投资运 一定会有帮助的 太好了 谢谢Amanda 请先回座了 所以看起来 在今年 大家都要先稳住自己 专业知识 非常的重要 手中有套了的资产的话 有一些压力 要尽量想办法 有一些管道 能够疏解出来 不过刚刚Amanda 勾勒出了在今年 就是新的 兔年的一些投资的走势 或许在房地产 或许在电子股 或许在航运股 今年二月 会有一个转折 那到底投资的重点在哪里 有没有相对呼应的一些产品 休息一下 我们把重责大任 交给建成老师 要告诉大家 2023年红兔大展之下 哪一些产业旺旺来 怎么选股 休息一下 稍后告诉您 我们下一个转折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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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折